欢迎男嘉宾杨亚南 26岁来自北京广告公司 活动策划 大家好 我叫杨亚南 今年26岁来自北京 是一家文化公司的市场部主管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就像这颗钻石一样 我要照亮全场 你的意思你是钻石王老五 钻石杨老五 好 那杨亚南 我们有什么才艺 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歌 《我的歌声礼》 没有一定放任 也没有一次顾虑 就这样出现 在我的世界里 带给我清醒 情不自已 可是你便又这样 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 从我的世界里 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好 夏天 分别睡 好 小阳 小阳 见好就输 好多事情就 切到好身 做了 谢谢 他唱了 谢谢 他要等他唱破了为止 他一定想把那个顶破了为止 好 来 有请小阳 小阳那个头录 真的 你在唱歌的时候我就在想 你究竟唱歌有没有脑子去想 你想选的那个人 还是就跑出来表演来了 我心里面就是 就是一直想唱歌 想投入 这样子呢 才能用心地去选女嘉宾 我觉得 来 她是谁 你看 忘了 刚才就忘了 你看 这歌唱的真是 不是你存在过身材的海里吗 是啊 是她 她够伤心的 真是 好 那这样 再按一下电脑 好 我们来看电脑为你 选择这位女嘉宾又是谁呢 好 好 电脑的选择 那各位女嘉宾 你们看印象如何 来告诉我们 男嘉宾 你好 你梦游醒了吗 我感觉你在一个梦游的状态 因为我刚刚被我那个歌声打动了 不是 唱的被你自己的歌声给打动了 对 然后现在我得回来了 因为我要找女朋友 对 男嘉宾 你好 我总觉得男嘉宾的嘴巴长得有点歪 就是 右嘴角就有点往上斜 但是 她还觉得蛮和谐的 不过这样 有时候不对称也是一种美 男嘉宾 你好 我特别想说是 能把眼睛睁开 因为别的女嘉宾评价你的时候 从我这个角度看 你特别像是闭着眼睛 小眼挺好 小眼去光 这种我被自己的歌声深深地感动 这种话你都能说得出口 我觉得自己是皮蛮厚的人了 没想到你的皮比我更厚 不过当然我这边还严肃批评一下张医生 即便是皮厚的人 也不禁你这样喷嚏的张医生 我没 你不用把他的话往心里去 我在吗 谢谢 真的 我也突然间发现 真的 我们老早都被自己精彩的表现所感动了 来 看一下我们小杨能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杨矮男 今天26岁 是一个活泼 可爱 帅气的大男生 我来自美丽的古城西安 现在我在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 担任市场部的主管 专门负责活动策划跟执行 我在下班之旅呢 会跟同事们一起聚会 也会一起去看一些动漫展 参加一些COSPLAY 因为呢 我很喜欢里面的人物 我也会去扮演他们 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爱好 就是收藏银饰品 我觉得呢 收藏银饰品 可以陶冶冲 所以我非常喜欢 我远道而来呢 就是为了心中的他 杨矮男 加油 好 继续翻开副课牌 杨矮男 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 广告设计这个专业 现在呢 在广告公司市场部 做活动策划是吧 活动策划与执行 目前的年薪呢 是十万 认为自己呢 是一个全能好男人 有点视频的收集屁 其实我觉得 我这个是有点夸张的说法 但是我觉得 我应该算 85%以上的好男人吧 就是我对朋友的话 比如我们一起去出去玩 朋友喝酒喝多了 我会把他们 每一个都安全送到家 然后我再回家 然后又回去感动 我多好的一个人 我都被自己感动了 没有 然后还有就是 我有一首那个好厨艺 我做有几首拿手的菜 比如像 说说 糖醋排骨 香辣虾 还有煲鸡汤 还有一个南方的一道菜 叫黄焖鸡 对对对 然后你看 比如像做虾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也做香辣虾 但他们做虾 可能不去那个黑县 其实去黑县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诀窍的 就是在背部的第二节 去掉黑县之后 然后你可以把它掰开一点 然后去腌制 这个提前腌制之后呢 会味儿更香更辣一些 陆老师他走错节目了 咱那个顶级就算没开始了 对不对 就是家里有人是做厨子的吗 其实我家里没有做厨子的 但是呢 这个是跟我爸爸学的 我爷爷做饭也非常好 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次 喜欢美食是什么 我有一次做饭我做坏了 就因为这次对我打击太大了 我就决定要好好学做饭 后来做好之后 你也被自己的厨艺打动了是吧 然后也逃自于 有点 我觉得你这么爱吃 然后身材保持这么好 你是怎么保持的呢 这个但是说要饮食了 就是可以吗 说说没事 好 我给大家说一下 从早上到晚上呢 这个是吃饭有规律的 就是早上吃饭 一定要吃一些豆类瓶 你吃什么 喝豆浆 然后呢 吃无糖那种面包 或者全卖的 然后呢 记住早餐是一定要吃的 很多女孩为了减肥 她就是早饭不吃 晚饭也不吃 中午只吃一点 这是不对的 因为呢 在人的生理学上来讲 中午这顿饭是 消化早上跟下午的 一些能量的 它中午这顿饭 怎么吃都不会发胖的 所以中午这顿饭一定要吃 晚上那顿饭可以吃蔬菜 就比如像沙拉 西红柿这样的东西 你好 你看你的业余生活这么丰富 分给了你的朋友 分给了你的歌声和你的厨艺 那你什么时间 是分给你的女朋友的 正因为又没有女朋友 才有这些 我现在马上就告诉你 这个真的要解答 就是我告诉你 如果我交个女朋友 我会随时随地都带着她 不管任何场合 因为这才是爱一个人的表现 说得好 好好好 谢谢 我一开始特别喜欢 那个小伙子 我也特别喜欢她 我觉得她特别可爱 看着有点轴眼 阿尔形脑色清楚 而且跟她这个 你夸她的年轻 而且如果作为她女朋友 跟她交流的话 应该毫无障碍 可以带来快乐 好 我们赶紧得翻后两张 好吗 来 三 二 一 后两张部队还翻一下 小杨只谈过一次恋爱 而且是有姐弟恋的感动回忆 她现在喜欢有性感气质 爱笑的女生 你只谈过一次恋爱 对 因为我这一次恋爱谈特别长 谈了快五年吧 而且还是姐弟恋 对 她比我大两岁 这个感动回忆其实 有一次我们俩一会儿说去玩 然后结果我们呢 去玩北京的天坛 那个地坛公园之后 她问我现在还要去哪儿玩 我说爬长城去吧 然后她说好了 走啊 到长城我才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原来她穿着高跟鞋 我就说那就不要爬了 我觉得哪有人穿高跟鞋 你看来的人都是登山包 然后穿着运动鞋的这样的 连穿就这种高帮鞋都很少 然后她说要爬 我就只能牵着她的手 然后我们走完了整个长城 八达岭长城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对 就是别人当时都在看她 就为什么穿高跟鞋来登长城 我觉得这个 就是我也不太理解 你能告诉她为什么一定要穿高跟鞋 来爬长城吗 也许因为她真的很爱我吧 穿高跟鞋爬长城代表很爱你 你没关系啊 对啊 她一开始会觉得 我想去长城 好吧 那咱现在就去 她为了满足你当时想去长城的心愿 领着高跟鞋给你去了 是这份感动 男嘉宾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包括你这段五年的姐弟恋 包括你到现在 那你是说之后她之后你没有再有过任何的恋爱是吗 她之后我朋友聚会什么的有介绍过 然后呢 我说实话有很优秀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要找就一定要找一个结婚的了 就是不能随便去找一个就是 OK 咱们俩谈谈恋爱再分手 一 我觉得对她不好 耽误了她的青春 二 我是一个 这样以为也是一个不负责的男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要谈我一定会仔细地打量好找一个结婚的 要慎重 对 好 来 接下来 愿意选择她 愿意支持她吗 各位 请准备一下 三 二 一 好 来 你可以提出对女孩子的要求了 一共有五张库库来翻开 所以最多可以提五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 如果不能很能吃辣的 那就请翻牌 不能吃辣的请翻牌 她做香辣虾 好 好 下一个问题 就如果两个人在结婚之后呢 就必须要请保姆的请翻牌 好 必须请保姆的请翻牌 还真有人 下一个要求 我其实挺讨厌那种就是比较懒惰的女生 就是比如周末了 双休了 然后呢 她会一觉从早上睡到下午五六点那种 你可以睡到十一点 哪怕睡到十点 十一点 吃个早点再睡觉 你睡到五六点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然后周六周日也不能出去逛街或者说 我觉得就是 末把大好光阴都不睡梦中 都坐在床上了 对对对 都睡觉了 好 来 这样的女生请翻牌 还真有人 你真有往五点睡的 真的 好 下一个要求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的话那你没提满五个 还有亮牌的我们请再选择一下 你是要选择她 还是因为刚才理由不合适 来 三 二 一 有请张文佳 张文佳选择 我当然可以理解 姐弟恋嘛 我们得听听理由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不知道你对我印象深不深 但是在这边我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张文佳 今年二十九岁 来自美国 然后现在是在上海 一家葡萄酒贸易公司担任销售 可能一直生活在美国这样 比较自然的环境下 就是可能我的性格其实蛮外向的 然后生活自己蛮独立的 或许很多人觉得我 不太会就没有经常会 说下来看到某个男生会要想去跟他 表示一些任何一些好感 只是因为有时候我坐在台上 我在考虑我这样一个年龄段 我会有很多的一些顾虑 但是顾虑归顾虑 但碰到一个我觉得不错的男生 我还是会想要勇敢地踏下这一步 我特别喜欢做饭的男生 我感觉很居家 然后因为我自己也会做饭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做饭 我喜欢和我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情 好 那现在请你面对张文佳 做出你的决定 其实我觉得你非常好 真的非常棒 真的就是我感觉29岁了 然后站在这个舞台上是非常勇敢的 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真的很真诚 但是我感觉就像你说一起做饭 一起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可能又让我想起之前的那个他 刚才其实有聊过 我说我不会想起 那是因为我不会再找 比自己大的女生 永远都不会 我怕受伤 真的 真的很sorry 谢谢张文佳 请会 好吧 你还要向这个人表白吗 你的选择 在我的手机上 要 11号往张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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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有看过你的节目 你是一个从古代来的女人 小女子王兆军 方琳26岁 不远万里从汉代穿越而来 初帅制 谁能百里挑一的舞台 希望可以在这舞台上找到属于我的铲鱼 台上的男嘉宾们 你们准备好和我一起穿越了吗 好的 准备一睹王昭君的方容 3 2 1 请见面 我特别喜欢你的笑容 我觉得 你每次一笑就让我感觉很幸福 对 我觉得一个女人 她笑 她就会很坚强很美丽 她很自信 对 所以 我选择你 所以我才来白里挑一 我想送给你一个礼物 就是 带你穿越回古代 什么礼物能有如此神奇的功能 有没有看过道梦空间 怕了一点 没看全 这个是道梦空间里面的那个陀螺 我专门从道梦空间里面取出来了 让时间停止 现在呢 你就慢慢要回到古代了 请你闭上双眼 可以睁开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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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从今以后 你会失望 有幸福的女友 我终于从汉代回来了 我要欢迎你 先回去 我的公主 其实在之后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要送给你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水钻耳钉 是跟我这个配套的 希望你就收下它 不管你选择我还是放弃我 我想请你记住这最美好的一刻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从今以后 你会失所有 幸福的女友 你感动的眼睛 好 赵军 礼物也送了 态度也表了 他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 向你表达他的爱意 而且我也跟你说 你们俩确实有合适的地方 因为地狱没有障碍 对 时代也没有障碍 是 性格也没有障碍 对 对 我专门从古代跑回来了 而且古代那边有很多的香辣虾等于你 首先我真的很感动 男嘉宾我有做的 从汉代穿越过来 真的很难得 我想问这汉代也有水钻 没错 这个水钻就是汉代专门为你打造的 我不小心就带回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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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真的很优秀 我刚才也真的 我已经变到了 真的也很感动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 其实刚才很多东西就像洛老师说的很相似 但是 你刚才说了一个 应该是所有女人都会集会的东西 就是 总是说 让我想到前女朋友 我的前章也是一个姐弟恋 我比他大六岁 而他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跟我分手 所以 我很理解你的女朋友 而现在 我看得出来 其实王道琴也被他给打动了 我跟妮林至少认为 这个小伙子他有很多的可爱之处 虽然上来的时候看似有点二 但其实这是他代表他简单 没错 一个简单的男人 是一个让女人觉得更放心的一个男人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至少在北京 你们双方交往起来 难度会降低很多 那不像一个北京一个上海 异地可能会增加很多成本 我们是建议再考虑考虑 不好意思 好 好 那就请回 谢谢 好吧 你只能回汉代了 汉代怎么告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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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